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準備了 這球打成了一個右外野的飛球 右外野首先遮一下燈光 再往後退來得及 當時豪退得還是相當壞 把這個球給接殺 形成了一出局 在兩好球的情況之下 林昆森這個球打得很扎實 打到右外野 接著輪到第七棒的鄭兆航 後面的王興銘已經在做 逮打的一個準備 今天呢鄭兆航千堂次的打擊 並沒有安打 今天呢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牛隊就只有這個 張建銘跟林昆森 各有一直安打 這球投到148 148 他現在慢慢的要走到牛棚 你知道到第九局要出來 載了一個148公里的訴求 我連續兩個球呢都是壞球 所以這樣定位也蠻 還有責任分工也蠻明確的 對 所以今天看起來 一開始我們也看到 鄭棋隆在投的時候 大概是關大員要做準備 有出狀況的關大員就會上 哇這個球我捕手沒接好 隨著球的速度被他再壓下去 其實我們注意看 這個球近了一點蠻漂亮的 這個近了一點在這裡 然後結果捕手跟得下去 林昆森他們在接喔 這個球還會往上拖起來 林昆森他們在接喔 所以這是一個一些接球的技巧 哇一樣漂亮 就是連續四個壞球 都是投直球 嗯 現在是一出局 正常好呢獲得了保送 打者呢原本應該輪到新秀基隆家 這時候看牛隊呢 是不是要做代打的一個更換 對 這時候在向對方面呢 是喊了一個暫停 對 剛剛李居冠好像在抽筋 好像腳在抽筋 所以投手教練去了解看看 你看 上來確認一下 應該是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場邊關大員跟葉丁仁 所以扣除掉守護身 湯瑪斯之外呢 就是以這三位投手 作為中繼 這個環節的 最主要的一個戰力 對 兩位右頭跟一位左頭 所以這一局如果 李居冠有出狀況 大概是關大員會先上來 五手這時候 換成陳志宏 這場比賽 分數呢相當的接近 這個半局也相當的重要 所以趕快把經驗豐富的 陳志宏呢也給換上場 這幾場比賽呢 稍微 這個讓他 喘口氣休息一下 由其他的捕手來做先放 對 他就是被高志剛一個 揮空的棒子 擠到後腦騷 所以就讓他休息 打擊的是代打的 黃西民 這幫打成了一個借拌 來 黃西民在 最近的無昌比賽呢 如果以近無場的 都以代打的身分上場 其中有三場敲出安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累積的一個代打打擊隊友 確實也相當不錯 三成以上 所以是代打的 可以說是第一人選 速度都飆得滿快 相對明天呢 是在桃園要遭遇到Lamingo 是麥格倫要遭遇到摩爾 牛隊是在台南要遇到獅隊 是去文針要遇到聯田幼災 來 我牽制了還是要小心 整個身體的動作呢 不是很協調的時候 怕的是會 會牽制失誤 要排球 球出現的是一好球兩壞球 球出現的是一好球兩壞球 好球 古城 加油 氣不下去就問題比較大 尤其你幾個球壓不下來 投手自己會急躁 急躁的話問題就更大了 所以我們常常這樣說 如果我們還是一樣老的話 取得第一個好球的時候 撥去的條件會哭得出 其實都是投手的壓力 他們控球還沒有那麼精準 有辦法浪費太多的用球數 做一個牽制 好球 現在形成了兩好三換 所以我們講 這個大家都朗朗上口的知己知筆 所謂的知己在 這個頭部手這一環 尤其徒手 重要的是也要了解 跟自己打擋投手 他本身的一個控球能力 然後再給他做一個最適當的引導 也可能要因人而贏 不能夠完全都照辦 一雷雙跑車走了 結果這個球打成了一個本來後方的界外 那李區關其實球數只要 不落後 他的訴求打者變得是比較被動 好像不打也不行 那打也不容易打得好 他今天有飆到速度 速度可以飆到148公里 這種球被爬一點很困難 這種球有時候塞到中間 打者也未必觸犯來得及 這個球達到了三壘方向 接到之後傳二壘 來得及再往一壘送 大爆不累 這是一個也很大膽的一個選擇 形成了一個雙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牛隊3比4一分落後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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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場